統計處發佈2021年各區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 以住戶每個月入息中位數計算 18區內只有兩區超過4萬元 最高的是中西區每個月入息4萬2千元 第二位是灣仔 住戶每個月中位數是4萬0400元 雖然兩區的入息中位數都增加了 不過差距就由前年的900元增加到1,600元 西貢、南區、荃灣、東區和大埔 住戶月入中位數都跑入3萬元大關 中位數最低的兩區是觀塘和深水埗 學歷方面灣仔區學位程度人口比例全港最高 44.9%的灣仔居民有學位 中西區就排第二 最低就是葵青區 而去年全香港有741萬人口 年齡中位數是45歲